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今天上午11点半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准备为一场补选活动进行助选演说 结果在他发表演讲的前一分钟,突然有人从观众席扔出了一个可疑物品 而这个物品不久之后就爆炸了,发出巨大声响,吓坏了现场所有人 有人形容这件事让他想起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大家还记得吧,去年7月安倍在街头演讲当中重担身亡 没想到事隔不到一年时间,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又在助选活动当中受到暴力威胁 根据日本NHK电视台的报道,有目击者说,嫌犯当时抛出了类似铁管的不明物体 而且就落在距离岸田文雄只有一公尺远的地方 嫌犯还有一枚爆炸物滚落到脚边,没有抛出 而就在嫌犯被保安制服之际,现场就传出了爆炸声 目前24岁的嫌犯已经被逮捕了 岸田文雄和现场的观众、民众并没有受伤 岸田文雄也马上被带离现场 至于这位嫌犯的干案动机,报道说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今天早上11点半左右,在日本和戈山县的杂贺奇鬼港 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演讲的前一分钟 人群中突然一阵骚乱,接着一声巨响 民众乱作一团,尖叫声四起,惊慌得四处逃窜 爆炸声响起后,白色烟雾在街头弥漫开来 嫌犯被三四名保安牢牢地按压在地上 嫌犯全程没有挣扎,最后躺在地上,被带上警车 爆炸发生后,整个演讲活动也随即中断 岸田文雄也没有受伤 日本内阁秘书长松野博一随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竞选期间绝不容忍这类暴力行为 并强调竞选是民主的基石 目前日本警方已经接获指示 确保重要人物获得全面保护 選挙は民主主義の根幹を成すものであり そのような選挙の中で今回のような暴力行為は断じて許されません 警察庁に対しては私からも 要人敬語の徹底を図るよう指示をいたしました 警察庁に対しては私たちの中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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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たち 感谢观看